哎 你没事吧 呃 没事 没事 你就起来呀 不是 我不想起来 我刚才闪着惊了 再加上之前手有伤 我现在蹬不了 Zither Harp 啊过冬季 未怕一次花期 小顺风如何执迷 谁的呼吸 那我冰冷心底 泛起了一层漣漪 也许某种 藏着某个身影 辗传过多少回忆 哪怕一生 为爱顶配流离 愿随你 看云干风起 别怪这宿命 这天意 这造化无情 跟平红尘来去 像一场游戏 多少我自己 一颗心 也不可惜 交换我一生 所有欢喜 中国宝宝石正如铁蛋白 美赞成兰真 邀您收看高光时刻 我真的会动手 你动手我就动口 好吃又好玩 奥利奥邀请您观看 梦华路 无边无际小福星 味可卫生巾 邀您收看梦华路 快乐宅家 有百事吗 百事可乐 邀请您观看梦华路 看梦华路 本人 邀您 邀您 有人漏水了 漏水了 你们看见了吗 在那儿啊 在哪儿啊 在那边 在那边 就在那儿了 怎么了 在哪儿了 在哪儿了 怎么了 在哪儿了 三娘 那儿有人 三娘 看 那儿 那是我朋友 快把我去救救他 已经是死人了 对呀 不行 等一会儿 这小朋友 别动 一会儿 别动我能过去 对呀 不行点 慢点啊 什么事啊 小心点啊 等一下 不行就回来 对呀 就是 中山 快 出架 架把劲 架把劲啊 兄弟 用力啊 架把劲 来 小心 自用力 坚持住啊 快 劲 小心啊 就快出来了 快 来 用力 快 大把劲 来 来来来 打把手 来 快 能心啊 小心啊 上来了 自开来了 小心 小心 慢点 慢点 怎么样 怎么样 快 打把手 活着 来 怎么样了 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吧 怎么样 活着没有啊 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这不是什么样 行 活了 活了 大娘 还好 还好 扶他回房间 用暖炉考一考就好了 太好了 来来来来 慢点啊 来来来 打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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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小心啊 快点 慢点 慢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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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来来 船老大已经发现我了 我得找靠近岸的地方跳船 不行 你伤口又崩开了 不能跳船 我想办法 你先躲躲 郑爷 我想着来谢你 你干吗落躲着我呀 张娘子 咱们名人不说暗话 您那位朋友到底什么来历啊 官府的告示想必你也看了 这年龄 项目 口音 武功都对得上 我们跑船的 也不指望着应了悬赏去发财 只盼着 只盼着别落个窝藏的罪名啊 什么来历你别问 总之他不是什么盗贼 你要是想报官 这辈子 就别想在这河上再跑生命 赵娘子说句狠话就想吓唬我 想我郑老三 能坐到今天的位置 也不是个胆小的吧 等等 你要是想知道我就告诉你 他姓萧名凡 是史相萧相公家大公子 来前堂游历之时拥有了白手之约 只是彭承俊王有个远方侄子看中了我 又要大我为妾 我们这才偷跑了出来 我索性就把话给你挑明了吧 反正我肚子里 现在已经有了凡郎的骨肉 他们伤了凡郎 又差点害死我的鸭子三娘 也不差我们娘俩这两条命 我说那位相公怎么那么一身好本事 原来是位衙内 小人什么都没看见 我保证这艘船上所有的人 每一个敢夺嘴的 多备些清粥小菜了 好 大郎这几天胃口不好 你不会都听到了吧 真的 我是吓唬他的 你别在意 商药里的天风仔和天王精创丹尼 都有用过 里面的白毛女子有了记忆花胎 我听听你的脉象 不拉 我不是刻意要消遣你啊 那两位药孕妇真的不能吃 你别胡说 你难道不是怀了欧阳的孩子 所以才那么知道 就要去东京找他们 我根本没有 你少胡说八道 那你若是在世女 怎么能跟别人说你有了别人的孩子 我不是都跟你说了 在骗传老大吗 事出从权利懂不懂啊 你可是个黄承司 三娘是我朋友 你为了救她暴露了行踪 我编两句话骗又有什么呢 而且再说了 我又没有说是别人的孩子 我不说是你的孩子 我的意思是 我只跟传老大说了 我 别人不会知道 所以说别人不知道是你的孩子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说 总之就是别人 行行行行行 我认点倒霉吧 是我的就是我的 你占我便宜 胡建芬 我莫名其妙就当爹了 不应该是你占我便宜吗 我这是在救你啊 难道不是我救你的朋友在心吗 三娘 你醒了 潘儿 我在哪儿啊 吓死我了 你出什么事了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潘儿 父亲贵 她把我修了 子方也不知道我这个娘 我连夜赶了马车 小慧得亲娘家 回到村子里一看 娘娘她房子早就塌了 我觉得 我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了 我就 跳了河 父亲贵她 她骗我说 把子方顾及出去是做个谎子 我就信以为真了 没想到被我撞破了她很讨实的私情 这对肩负淫妇 那么好了 至少有她半年了 那么还 大死都不承认 父亲快还说 我嫉妒 嫉妒 蛮恨 不禁腹主 重上轴离 当场就给我写了凶书 我当然不从啊 那个桃氏 给了组长好处 他们就硬比着我按手印 后来子方她也跳出来了 她就说 她爹跟桃氏绝对是清白的 说桃氏奈她极好 我不好 说我平日里 只会打骂她们父子 逼她员工陆书 说我不是个好男性 她说她恨我 她宁愿 认 陶氏当娘她也不要我 我过难差了两日才生下来的儿子 我穷的时候 我宁愿自己厄运过去 我也不能断了她一口粮的儿子 她 她说她不要我 她 她说她不要我 她打我 妈 我也认了 傅子方她 我亲生儿子她居然只让桃氏当娘 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怎么没意思呀 你叫孙三娘 又不只是叫傅子方她娘 你为人仗义和善 做的一手好果子好菜好汤水 街坊邻居们都知道你贤惠善良 恶伤好施 再说了 这天下就没有不认爹娘的孩子 子方也是我看着长大的 十多岁的孩子最是贪玩的时候 八成是那个陶氏 拿什么好吃好玩把她给哄骗了 才说那些糊涂话 不是的 子方她说不是一时气患 她就是讨厌我 我都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开始讨厌我的 她说她讨厌我就是讨厌我老是让她读书嘛 讨厌我总是想让她给我挣凤冠侠配的 这我有错呀 我肯定有错 我肯定是上辈子遭了孽 这辈子老天爷才会这样的罚我 那个傅信贵哦 她娶我的时候穷得连拼礼钱都给不起 是我 我天天替人杀猪 一枚钱一枚钱的同情人给她攒 我攒了两年我才错够了一罐 这一罐钱我全拿给她 去当作做生意的本钱了 她现在富贵了嘛 她就翻脸无期望恩负一头 忘了我两年给人杀猪是怎么过的嘛 我当初为什么嫁给她呀 你给她生了一个这样的天长 我早知道我这辈子是来受苦的 我干吗还要活着 我干吗 她现在太虚弱了 不是很那么激动 这份送到刘通畔那儿 这份送到茶司 秀州的这份 你务必得亲自送到 然后就守在那儿 一旦王之舟他们抓到那黄承司指挥 就立马把她押解回来 是 被这儿马上去办 只是 王之舟她真的敢得罪黄承司吗 有钱能是鬼推磨啊 这些年她没少收受我的好处 这会儿必定得全力相帮 那儿 我就不信 整个江南掌事官员一起出手 那只猴子 能掏出五指山 现在 从夜里醒来就一直这样吧 卖下很平稳 不像是有晚上 倒像是大背大洗之后的 周人失魂之城 得尽快找大夫 不然就算活下来 也多半是迟蛋 那我找陈老大 让她靠岸 带她下船 站住 站住 干什么呀 做什么呢 我这是做小买卖的 是本地人吗 是是是 等一下 走吧 过来 你还是在船上待着好 到处都是你的海捕文书 万一再被认出来呢 人是我救上来的 总不能看着她出事 我们既然是私奔出来的 让你一个人带着丫鬟去看病 成什么样子 一切都被呈了 有蛮的 帮我 起呀 大悲所致的离魂症 心疲两虚 自然心无所依 身无所贵 老夫这就为她施阵 至少能让她先把药汤喝下 有劳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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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在这儿把商业一起看了 这里违逼安全 等到三娘能开口喝药了 我们就立即回船上去 现在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两件事 第一 此房中本来应用犀牛角 但此物太过名贵 我这里也没有 若想病人尽快回复 你们还是要去西街的桂园堂 买犀牛角为家 犀牛角 那得多少钱 七天的话至少得二十万 那边儿减事呢 此病随即收风移动 你们离开此处 最好赶紧训个客栈住下 至少得把这七天的药用完 七天 可我们着急赶路呢 那这位娘子是生是死 可就不好说了 你随便找个客栈帮我放下吧 不用等我们了 直接上船 让人送你去街头的地方 那在顾宇泉赶不到东京 你就不担心偶然是成了高家女婿 舍得吗 舍不得有什么用 还是三娘的命要紧 那也不说了要静养齐天 还啰嗦什么 上车 快 就是他们 在那儿 把车 追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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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快 站住 站住 追 我不能再跟你们走下去了 好 你跟三娘先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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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千帆 顾千帆 走 顾千帆 我在这儿呢 我在这儿 手给我 来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你就 起来啊 不是 我不想起来 我刚才闪着惊了 再加上之前手有伤 我现在动不了 我 你为什么要回来找我 你只说让我先走 又没说在哪儿会合 我当然要回来找你 你傻呀 万一跟官民碰个阵兆 不是白跑一场 你才傻呢 就你现在这一副 若柳扶风的样子 我不回来救你 你早死了 三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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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醒了就有办法了 起来 小心 你笑什么 天正蓝 风正轻 我们还活着 三娘也能动了 能不开心吗 那接下去我们怎么办 回去 你没听说过 不能下黑 你傻呀 这是当官住的地方 那进去的一定是官爷 海盗你一定不敢的 来 你们请 这是客官的告身 小人定邮件吧 回京后选 还望你安排一件防舍 供驾此休息 好 来 楼上去 陪有针线 我们需要缝补衣服 稍等 那张告身文书做得可真像 是不是黄承司每个人都有几张 顾千帆也不是你这面吧 你怎么知道很像呢 你还见过别的吗 见过啊 我小时候 不管是名字还是高深 都是真的 客官 你要的针线 我虽然骗过很多人 但是我不想骗你 这是 这是干嘛的 刚才那个大夫 让我买了犀牛角 我觉得太过于打眼了 我怀疑她是为了要赚钱 所以故意夸大塞尼亚的病情 我想让她试试针刺 或许可以帮助她化解浴血 你管用吗 我在黄承司审问犯人的时候用苦 能行吗 你别在这儿待着了 我怕你看了以后又不忍心 去那边待着吧 那些难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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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他已经醒了 你醒了 今天谢谢你了啊 辛苦你 真是破了天荒了 竟然有人为这种事情来谢我 见可杀人也可救人 你今天笑了两回 也是破天荒了 我刚才有笑过吗 过来喝茶 是 敢对我这个黄承思指挥史无理啊 小心我言行词号 言行就言行 又不是第一回了 我还怕你不成功 梁总 不是 三娘 三娘 你干嘛 她是坏人 她被官兵追 通缉令上有她的脸 我回娘家的时候看到过 她刚才用掙扎我 她还要对你用心呢 三娘 这是个误会 你 赶紧把药拿来 三娘 我药包 走 陪我 就算是个误会 咱们也得赶紧走 她可是黄承思的人 她们哪一个不是心狠手辣的 咱们也得快点跑 她救过你 不能这么走 我们要是这么走了 万一被官兵发现了 后果不堪设想 可她是侵犯 万一连累了我们 你以后怎么嫁欧阳旭 管她是什么侵犯 什么黄承思 我现在 就当她是我朋友 她虽然不说 但是我心里知道 你看这么多官兵追她 你就知道杨甫命案背后的 事率不简单 她既然能够冒风险 硬承我去查出真相 我们就不能气她不管 可她当初刚见你的时候 对你那么坏 你能相信她吗 你信我吗 我当然相信你 那我信她 我不跟你说了 反正你向来都比我聪明 我听你的就是 你现在既然醒了 就慢慢振作起来 被傅星贵骗了十年 总比被她骗一辈子好吧 有些人就是表里姑娘 你看那个郑清田郑知仙 要是不出杨甫命案 我还以为她是个好人呢 你再看看顾千帆 一开始我恨死她 可这几天我发现 我真觉得她是个好人 你什么时候醒的 你什么时候醒的 对不起啊 三娘 算了 我怎么会跟一个病人计较呢 对了 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郑清田呢 你说伤你的 是宁海军的独头 可刚才追杀我们的 分明就是 袖州兵马独奸 属下肤色的人 两边的人自吴越国时 就互看不顺眼 怎么会轻易帮忙 我就想到了 下海部文书的前堂县令 他一口咬定你是个海盗 这就很奇怪了 再加上你说的灯下黑 一个前堂县令 怎么可能把手伸到袖州来 杨运判身为六品 他们说啥就啥 谁设备会有多大利益 你知道我为什么敢用真命筑垫吗 因为我还在怀疑一件事 刚才我已经把我的行踪 用飞鸽传给了离职里最近的 黄尘寺注定 我倒要看看接下来会发生点什么 咱们得换个住处 来 周官人 再陪奴家喝一杯嘛 行啊 只要你用啤杯 陪你喝个够 来 这不是周大官人吗 徐老板 您坐 您坐 这小娘子不错 坐 坐 坐吧 欠我那十五万钱 什么时候还 我那船货不是还没到案吗 一到案保诊先给您 我呸 不不不不 徐老板 徐老板 都是误会徐老板 徐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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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老板误会啊 徐老板 徐老板误会 徐老板 徐老板 我这就去走 马上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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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给您一天时间 如果我再也见不到钱 走 来 李会常天 他 他 娘子 饿了吧 好香啊 来 不想吃啊 别怕 弄不弄 你瞧瞧你的手多凉 你看你的头发 这么乱 不要怕 不要怕 过来 过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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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嗯 您看啊 您这么漂亮 配着火珊瑚啊最好不过了 官人 要不给你家娘子买一只吧 啊 是 哪个 Except你 应不给我 你一定会说吧 好 好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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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人慢走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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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蝉老大为了爬受牵蕾 一定不会报出你的名字 你现在才耽误了一天 如果改走陆路的话 找一个好一点的标记 顾宇之前应该可以感到动静 这点镜子你拿着 就当个盘承 不行 你现在单枪匹马 我要是我们都走了 你一个人怎么办 不是一个人 你忘了 袖住黄尘寺下点的朱冠万起 更我是过命的兄弟 那你要是在遇到他之前出事了怎么办 要不然我们还是送你过去吧 我一个人反而更方便 你可能还不知道 我在黄尘寺的外号叫什么 我想活颜 我不点头 美森地狱员收 银笔 三娘 三娘 赵娘 赵娘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赵娘 请您快去救救我家姑娘吧 她被周氏害了 什么 眼看就快要活不成了 刚拜完堂 她对姑娘还算温柔体贴 可到了华亭县 就突然上了岸 说自己的旧疾犯了 需要休息 去不了应天 第二天就说要问贵重药材 问姑娘之前 姑娘先头还给 后来就觉得不对 我悄悄去打听才知道 华亭县根本就是她的本产 姑娘问她 她就发了火 说生意不好 让姑娘别管那么多 硬是逼着她从嫁妆里 拿出五百官出来指引 不给就打 不给她 两张的嫁妆都在我那儿 她哪儿来那么的紧 是没有 姑娘 本想等你蹊跷之后 再慢慢问你啊 为我怕 出嫁的时候不好看 走的时候 就让人弄了些石头 罩上紧缎 装了十来个箱子 这么蠢 现在能救姑娘的 就只有你们了 我是前天被卖的 那会儿 那会儿 姑娘已经被她打得起不来声 关在柴房里都死 还在离这儿隔禹 不呀 就在离这儿 五十里开外的华亭县 顾大人 借一步说话 你走之前 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 又想救人是不是 把一个已经澄清的女人救出来 可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 你不想再顾与钱赶到东京了 隐章比欧阳旭重要 如果真的赶不上 那就是我的命 你能不能再借我一点钱 你有多少钱 起码十两黄金 我哪有那么多钱 你有 在船上你晕倒的时候 我在你身上摸到过两大块黄金 你给我的金子就是这上面的钱 你居然 不行 这个东西对我至关重要 我不能给你 算我求你了 我以后一定还 不是 不是我推脱 我是真的不能给你 那我有件东西 给你换行吗 你在阳府的时候 不是一直在找夜夜图吗 那张图的真迹在我手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每年的七夕节 只要是出门 迎面走来的方队 必然是一顿一顿又一顿 我就在想 这单身的人都去哪儿啊 是不是应该团结起来 上街降低一下虐狗龙度 这转念一想也对啊 七夕节的电影院放映的是爱情片 七夕节的电影院放映的是爱情片 七夕节的餐饮店提供的是情侣套餐 七夕节的大街上都是爱情侣套餐 爱情这段鲜花盛开的味道 但是 说起咱远在千年以前的宋朝 那时候的七月七夕 不单单是一个情侣的专属节日 还是一个琳琅满目的玩具节 你没有听错 正是从宋朝时代开始呢 玩具已经作为普遍的成熟商品 出现在市场 就在七月七夕 齐小节的这一天呢 各种新奇的小玩具呢 都会扎堆上市 其中最流行的一个 当属叫摩赫勒的玩具 你可千万别误会 这个不是喝的 这个物件啊 就是咱们现在的芭比娃娃 宋朝人不仅会给芭比娃娃设计娃衣 还能给娃娃内置机械装置 打造行走的芭比 真真是极富创造力 咱宋朝人 今年七夕担心再次陷入情侣包围圈的单身汪汪们 不如呼朋唤友 一起体验一把宋朝人的七夕玩具乐园吧 有一种肖色的模样 有一种肖色的模样 四月光落在迷人的心上 与江河 如何向往 风吹过 岁月的夕壤 碳粉花落尽 空余香 回忆的角落是几般忧伤 宋不完 悲欢一场 快只怪 这只段情长 星辰为你荡漾 风月为你痴狂 谁为你不惜时光 等地老 等天荒 等梦天再回望 小看所有草草 只字 只手 不复思量 等手眼 为对方 反弃了波光 再陪你去看那 细水流畅 再陪你去看那 细水流畅 再陪你去看那 细水流畅